里面呢它会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点之后的话呢 就会有个Next Line 所谓Next Line就是读取一行 读取一行的意思 那所谓读取一行就是说 我刚刚不是输入一个名字 按Enter Enter这个动作呢 就把Enter前面的这些资料呢 读取 读取之后的话并且怎么样呢 存在哪里呢 存在我宣告的这个String 这个String里面有一个变数叫Nan 把它存在这里面 OK那我们 就知道说 我刚刚比如说填一个Terry 对不对 它就会直接怎么样 把它放在Nan里面 OK那再来下一个动作 我们要取得什么呢 取得是一个成绩 那成绩特别注意呢 刚刚呢 如果你要读取的 假设是字串的话 你必须用点Next Line 那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要取得是一个数字的话 整数的话呢 那特别注意 这边用的方法就不太一样 就是用什么 用Next In 那Next In 那Next In 读取之后的话呢 就会怎么样呢 把它放在这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特别重要 我是宣告为Int 它这个变数的名称 那把它存放进去 所以呢 我输入85之后的话 有没有 它就会把85分怎么样 存在这个变数里面 OK 接下来升高也是一样 那升高可以有小数点 所以呢 我用什么呢 Double 宣告一个Double 那Double的这个名称的话 叫Height 好了 OK 这个名称 我用变数名称 你自己可以再制定 然后呢 也是用SC.Next Double 就用那个浮点的方式 怎么样 读取 然后呢 把它再存放Height 那最后的话呢 分别 再把它逐一怎么样 逐一再把它输出 那输出之后的话 底下这几行 这三行 就是把结果输出 因为有三个结果 那输出的方式 跟前面的列级差不多 就是姓名一茂 然后把NAN这个变数输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姓名 什么Terry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office成绩的部分呢 再把成绩也把它输出 升高把它输出 OK 大家类似像这样 那请各位了解一下 输入输出的一个 基本的流程 那主要我们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scanner来帮我们做 取得外部的资料 所以会有个in 会有个out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只有io的部分 输入输出 那假如说你中间要做判断 比如说他成绩假如不及格 你要做什么后续处理 这个是我们下一题的 那个所谓的条件控制叙述里面 会讲到 那请各位 先在这个地方 我想一样就是说 请各位先心 干脆将来你们就 新建一个专案 那专案呢 以往我们是 呃 一个小题 就建一个专案 那我 后面请各位 就是改一下 干脆你就把同一章节 没有 建一个专案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新建一个专案 然后比如CH4 CH4之后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 我再把它底线一 底线二好了 那假如说你将来 要把同样专案里面的那个 这个卡拉斯放在一起的话 你就建立一个CH4 OK 然后把它取消一下 那以后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练习的这一题是 CH4底线二 底线二 那你就按右键 新建一个什么 类别 那类别名称呢 就是这个名称 那如果说呢 下一题的话 你就再新建 新建什么呢 类别 一样在哪里呢 在预设套件里面 再新建一个类别 那下一题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 要练习那一题是什么 CH4底线二 底线三 那你就继续把它 比如说这一题的话 底线三的话 然后我们按一个完成 完成之后你会发现 这边又多一多一题了 没有 那也就以后同一张的 都会放在同一个专案里面 OK 我想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练习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可以参考一下四支酒页的这地方 来试着练习